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从事媒体工作16年 曾带领中国企业家杂志成为业内公认的领导期刊 只有造就强大的企业 才能造就强大的中国 2006年底他又创立了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使其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业领袖俱乐部 人跟人之间只有一个差别 就是我提供理由你跟着我走 还是你提供理由我跟着你走 现在他致力于为决策者 搭建一个安全可信赖的社交与资讯平台 创办了郑和岛网站 他就是今天做客在路上的嘉宾刘东华先生 本期节目刘东华与我们共同分享如何聚拢人脉 东华在节目最一开始能不能跟我们讲讲 你现在所做的郑和岛 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爱因斯坦说那句话 我多么希望世界上有一个小岛 上面居住的全是善良和智慧的人们 这是一个梦想 就像中国古人的这种桃花园 包括中国古人说的另外八个字 叫千金买宅 万金买林 就一千两斤的买个房子 一万两斤都买不到好邻居 其实我过去这么多年来做的事情 从某种意义上 就是一直在聚集同类的人 分享成功的经验 事物的教训 然后影响更多的人 都用对的方式去追求成功 你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方法 或者有什么样的人格魅力 能把这群人聚集在一起 你更多地了解他们 你知道他们的需要 就是你不会浪费他们的时间 让他们对你的信任 能够站在他们的角度 考虑问题 比如你请他来参加你的一个活动 是仅仅让他来做贡献呢 还是他既做了贡献 也能得到自己的需要的价值 如果他既做了贡献 又给你捧了场 然后自己呢 又没有浪费时间 自己还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他干嘛不来呢 如果编一套理由让人跟你来了 结果来了就大失所望 即使这一次 他不会跟你恼怒 但是他下一次还会来吗 你再找他还能找得到吗 因为大的成功者 他有一千个理由 一万个理由把你拒之门外 你根本找不到他 所以实际上就是 人跟人之间只有一个差别 就是我提供理由你跟着我走 还是你提供理由我跟着你走 如果你能提供一个好理由 而这个理由就是他自己心中想要的 他自己心中想要 你把这理由给他了 那他干嘛不跟着你走呢 实际上就是还是站在对方的角度 考虑问题 他想要什么 他想要的 然后呢 他想要的很多东西可能别人都能满足 他想要的是哪些 别人满足不了的 别处满足不了的 只有你能满足的最好 你就干这个 其实交朋友的两句话 就是我说 欣赏你的灵魂里 批判你到骨子里 就首先你要善于欣赏别人 就有一颗这种学习别人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五师耶 但是我认为 人皆五师 每个人都是我的老师 只要你有心 只要你用心 每个人都有很多值得你学习的地方 当然不同的人是你不同方面的老师 如果你能够有足够的学习能力 甚至洞察能力的话 你就能走到一个人的很深的地方 我是走到很深的地方 有的是用不了太长的时间 你像伯乐象马 他一眼就能看到 那个马美在哪 那个马有没有耐力 速度可能怎么样 就是能欣赏到最深的地方 我说欣赏你的灵魂里 最美的地儿是什么 可能一般人 看不到 看到了不能理解 理解了不能接受 接受了不能欣赏 你能看到 你能理解 你能接受 你能欣赏 同时你不仅仅能看到那些美的地方 而且你还能看到的误区 每个人都有 就是那个阿格六四脚后跟 天生的弱点 就是如果填一句话 你能做到 欣赏你的灵魂里 他就把你当知己 他把你当知己 如果你还能够 作为一个正友 你还能给他提一些忠告 说你 可能容易犯什么的错 或者你什么样的事 确实是不对的 确实不应该这样做 但一般的跟你关系不好 人家也不说 或者说了你也不在乎 我的方式下手 比较狠 比较狠 就是批判你那骨子里 有的时候让人心惊肉跳的 如果是好朋友 或者如果对方很强大 他根本不就不怕你下手狠 你下手不狠 他觉得 很没意思呢 就你下手越狠 他觉得越痛快 关键是你说的要 确实是有道理 所以现在很多朋友说 我怎么建立重要的人脉关系 当然他需要经营 但是呢 他主要不是因为你会经营 比如说 你安身立命是干什么的 就如果你自己 让人家觉得 没有什么长处 说你自己做人做事 如果没有太大的科技之处 你说你去经营人脉 你经营什么呢 你得让人家对你有需求 就我觉得要真诚 我们不装 但是你光真诚不装不行 就是你要提供价值 你能够让人家 因为你的存在 获得什么样的价值 当然了 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 就是说 如果你想做 跟人脉相关的事情 跟性格有关系 像我的性格 就说 可能 其他人相互之间 咯咯哒哒 甚至有些人相互之间 不犯话 事不两立 但这个关系可能都挺好 就我能够看到 每个人的长处 而我又能宽容 每个人的短处 就你的短处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也有短处 我的短处可能比你还厉害 所以 我们能够理解和宽容 人家的短处 同时 我们有善于发现 和欣赏别人的长处 这样的话 你就没有敌人 当你没有敌人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聚集的 都是一些 有一定长处的人 他们之间相互需要 比如一个巨人 和另外一个巨人 他没有电话 他管我要 甚至有的时候 很小的事 很大的人物 来让我帮忙 一开始我就不以为 这事 后来发现 其实越是好朋友 他才越在小事上找你 大事的人 可能也用不着你 如果在很小的事上 能找你 那说明 实际上跟你 在心理上 距离一定很近了 这我就说呢 就是一个是 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 一定要找到 同时呢 就是宽容别人的短处 然后欣赏别人的长处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如果你像做对的人 用对的方式 做对的事 当然很难 但是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其实很多人说 如果你要 希望能够很多朋友的话 你是要能够接纳 不同类型的人 是吗 我接纳的全是 不同类型的人 不同风格 不同个性 不同行业 不同年龄层 表面上看 还有好人坏人甚至 但是价值取向 基本是一致的 实际上你正合到 我们有五届嘛 五届是一个 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的这样的一个约定 第一届 无诚信的交往 我们把诚信放在前面 就是你跟人打交道 古人就说 人人无信不知其可 就是你和人打交道 如果不想诚信 这人是不行的 第二点 无底线的商业 大家经商做美 没有说 不想挣钱 那挣钱不要紧 但君子爱才取之有道理 你不能撞破底线 去捞取底线下面的黄金 第三条 无尊严的人格 大家都知道 做人 如果你连尊严都不要了 说句难听的话 你就是一个行尸走肉了 这个社会上 任何人 都是有尊严的 如果你不小心 冒犯了谁的尊严 他内心恨不能杀了你 不管是谁 有的人为了就是爬一级 连人都不做了 那肯定是我们所摒弃的 第四条 无原则的行善 大家知道 佛家是专门劝人向善的 对 佛家有句话 大家知道吗 慈悲多祸害 方便出下流 这佛家的一句著名的一句话 慈悲多祸害 烧香饮鬼 本来对方就是个骗子 然后呢 你不去看他 是谁 你行善 你拿出来的东西 也是你创造的价值 你帮助一个骗子 行骗成功 实际上在鼓励他 更多的行骗 为什么有些成功者说 挣钱比花钱更容易 大家听着话觉得 好像有点矫情 实际上是 如果你用对的方式 有原则的花钱 确实有的是比挣钱还难 第五条 无良知的享乐 大家说追求幸福快乐 每个人的愿望 但是如果你把良知扔掉 尤其是你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之后 你有权有势 有钱 你如果不要良知 你什么坏事都可能做出来 因为好像在现实生活中 谁不要脸 谁就更易发财 谁不问是非 谁更容易获得成功 好像是如此 确实 也不仅仅是好像 很多人就因为不要脸 他就可以发财 他就可以 获一个更高的职位 他就因为不问是非 他确实可能还 做得好像还挺大 但是首先呢 如果你不问是非 你可能很难走远 尤其在微博时代 因为过去靠信息不对称 做的坏事 很难被发现 到发现的时候 你早就赎回今生了 甚至成为道德榜样了 因为你有钱嘛 当然你自己也努力调整 因为你确实没有必要 再做那么卑鄙的事了 过去是这样 但是现在 微博时代随时随地 他不给你先做坏事 将来再赎回 这个可能性 越来越小 第二方面呢 就是 如果你靠欺骗和隐瞒 获得了自己的利益 通过伤害和践踏别人 取得了成功 你肯定觉得自己是个小偷啊 你内心不可能有安全感 更不可能有那种 意义感 成就感和幸福感 就是你自己会看不起自己 如果你把是非放在前面 对自己要求高一些 一般的压力和诱惑 是吧 咱都扛着 一开始确实比较难 但是呢 越往后越容易 咱就像王石一句话 如果你像做对的人 用对的方式 做对的事 当然很难 但是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只有这种方式 你越来越快乐 越来越幸福 这个世界的资源 越来越大的程度向你集中 我说人生的前半段 如果你努力 为世界的需要 添砖加瓦的话 人生的后半段 你会发现 你会有一个惊喜 这个惊喜是什么呢 这个世界会主动 为你的需要添砖加瓦 这就是一个因果循环 实际上呢 这五界呢 它其实就是做人的 基本的尺度 但是谁也不能百分之百做到 我就说 信奉基督教的人 为什么做礼拜的时候 老是去忏悔呢 说上帝啊 我又做错了 老跟上帝忏悔 就是他知道什么是对的 他努力 想追求做一个好人 但是人是活的 是有七听六欲的 是要面对各种诱惑的 一不小心犯一错误 犯一错误 说对不起 我自己谴责 然后呢 就跟上帝忏悔 让上帝监督 你得知道什么是对的 你得知道什么是美的 咱得追求那些好的美的 然后呢 尽量地努力 去让自己 离开那些 口恶的那些经纬 他是专门给你过不去 专门给你瓦解 在我看来 那是一种更大的贵人 有的人啊 就是命中就是有贵人 来帮助他 但是有的人 他可能生命中 就没有遇到过贵人 传统意义上的贵人呢 是帮着你 成就眼前的事情 你拉着一车上坡 上不去了 眼看就坚持不住了 这时候旁边一个人过来 帮你一把 让你上去 你说他能得到什么吗 帮完了 也不留性命就走了 这是典型意义上的贵人 我说还有一种 特殊意义的贵人 那种坏人 那种小人 那种恶人 他就专门给你过不去 专门给你挖井 在我看来 那虽然是加引号的 那是一种更大的贵人 因为他帮着你 成就远处的大事 你要过不去 你死这了 这说明你道性还不够 人家帮着你 提升你的道性 是吧 你过去了 过去了 远处的大事 更了不起的事 等着你呢 实际上呢 就真正能走远路 做大事的 没有不经过 各种各样的磨难 也几乎没有 没有面对过那种坏人 小人乃至于恶人的 马云不说一句话吗 说胸怀都是委屈称大的 能承受多少委屈 如果你想做大事走远路 说什么委屈都受不了 那算了 你肯定只能是 最普通的一个状态 第二句话 能忍受多大伤害 我就打一比方 你在前面走着走着 突然后面有一刀砍过来 你皮要薄一点 这一刀就可能致命 但是你跟橡皮一样很厚 没有伤到你 我的方式呢 我可能是 就像谁拍了我一下肩膀 回头一笑 说呦 你也在这儿 就好像遇到一老朋友 首先你能忍受这种伤害 你有这能力 其次为什么用这样的一态度 他可能是因为误解 砍你这一刀 也可能是因为 确实你得罪了他 但是呢 如果你把他当作一敌人 说凭什么砍老子一刀啊 他就是你永远的敌人 他就是你穷凶极恶的敌人 如果是他错了 他就更没法回头了 如果是你错了还能解释 说确实我该挨这一刀 咱俩还可以握手演好 如果是他错了 他永远没有办法 在你面前得到原谅 那他只能做你永远的敌人 你要说 呦 你怎么在这儿 好像没事 他呢可能会后悔 或者他会内疚 说我把他当一个敌人 他居然还对我 一点这种芥蒂都没有 至少你消灭了一个敌人 还可能创造一个朋友 第三句话叫 能包容多少怪异 怪异 这个世界上就是 如果你走路稍微远一点 人家可能确实是好心好意 想帮着你的 哎呀东华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你是一座金山啊 我告诉你怎么开采 当然也有很多奇思异想 哪怕是垃圾 是吧 你能不能消化把它变成营养 第四句话 能经受多大诱惑 就是如果你想走远路 要想真正 要想到达人生比较高的病界 这些东西都是必须经历的 最后才是能成就多大事业 前面一道道都是死亡关 这一条回事 我们下车来说 那么我们下车来说